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有关网购方面的一条新闻 来自比加网站的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的新西兰消费者倾向于网络购物 在今年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购的比例 已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多 预计这一比例还将继续增长 调查还显示 价格在消费者的购买动机中所占比重下降 只有50%的买家表示 网购时最看重价格 30%的买家表示所买品牌的信誉很重要 另有20%的买家认为零售商的信誉很重要 特惠网站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在2011年63%的买家表示 经常登陆特惠网站 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4%左右 社交网站在人们的购物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43%的买家表示 喜欢在社交网站上对自己买的东西品头论足 此外61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在购物前会去社交网站上看相关的评论 业内人士介绍说 不少零售商在社交网站上和买家保持沟通 和没有与时俱进的零售商相比 这些零售商的竞争力非常明显 这些零售商在社交网站上和买家保持沟通